多名元警來到旅館房間 同時持槍戒備準備攻堅 原來裡頭疑似藏著槍枝販子 而外頭趴在牆上的 不僅擁槍自中 甚至射擊掠人勒熟 旅館監視器拍下 白色鴨水帽的被害人 被前後兩名男子 押近電梯動都不敢動 原來被害的邱姓男子 和蔡姓嫌犯有債務糾紛 7號上午被持槍強要到 北施大同區一處旅館軟禁 被害人集中深置 深深可以去銀行領錢還債 到達銀行後偷偷遞出求救紙條 銀行行員見狀趕緊報案 整起事件才曝光 嫌犯當下驚覺不對勁 馬上開車逃逸 但隨後就在旅館附近被警方逮捕 立民曾姓共犯 還一度更換藏身地點 最終還是在信譽區的日足套房招待 警方調查23歲的蔡姓祖嫌 是天道蒙太陽會成員 這回招待也被起貨金牛座等改造槍枝 以及高達80包毒品 但雙方目前對債務金額避而不達 警方也不排除整起事件 可能還有更多未曝光的重案引擎 這位林傳有桃台北視頻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很開啟小鈴鐺喔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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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